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讲的这个挂就是《易经》第三十三挂的天山顿挂 究竟它有什么特别呢? 让我讲讲这个挂的结构 这个挂是由上挂前挂的天 和下挂近挂的山 这两个三崖的悬挂组合而成的六崖城挂 虽然这个节目只有短短了几分钟 但是我也想试一下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讲讲这个挂 一个六崖城挂里 逢见到断开的环线 我们会叫它做阴崖 没有断开的就叫羊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挂像下面有两崖阴崖 而这些挂崖一般是由下而上的看 当阴崖向上增长的时候 自然上面的羊崖就会逐渐被逼走 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阴掌阳烧的道理 另外如果阴崖是代表少人 代表不利或者恶劣的情况的话 阴崖就刚好相反 代表一些好人好事甚至有利的因素 这个天山顿挂的挂像 可以见到阴崖已经在底部形成 而且逐渐向上增长 逼走上面的羊崖 所以可以预期恶劣的情况 已经有蔓延和变坏的趋势 而有利的因素就开始逐渐減退了 正如《易经罪挂传》里面也有这么说过 这个天山顿挂里面的顿字 其实是有退避隐扬和明智保身的意思 另外挂像里面也有这么说过 顿亨顿而亨也 它在这里更加带出了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 如果受到重重困难 处处受阻 所有东西都不就自己 越来越无助 甚至越走就越洩气 总之就是走也走不通 记住在这个情况下 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盲目死冲 失去理智 不管一切后果 继续用硬碰硬的方法 宁愿选择玉石俱焚 其实这样只会令到自己和一件事 永远都在一个万劫不乏的景地里面 甚至永远都达不到你的目的 到时后悔莫及 这样又是什么呢? 其实顿挂建议我们一个做法 就是选择尝试停下来 冷静去应对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样是很消极 甚至以为这样一退下来 就等于放弃失败 等于全部都输了 如果真的这样想的话 那就误解了顿挂的深层意义 顿挂其实没有叫人去放弃 而是要暂且退下来 冷静应对 不是不做 是要重新思考 用另外一些方法去做 所以如果是一个积极的人 他就会知道 既然前面的路走不通 而且再走下去 还有机会出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 自然会选择停下来 要变通 认真去思考如何去重新面对 要有计划 有策略 并不是再靠冲动去做 这样就可以避免令到自己 又或者令到身边的人 继续推在一个死胡同里面 所以顿挂就是这一句 顿亨 顿而亨也 一个人能够做到之所进退 反而会有亨通的效果 其实有谁未遇过困难 要解决问题 都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老子也有这么说过 上善药水 如果做人可以做到上善药水 这样 其实可以算是最高的境界 因为水这种物质 总是会给人一种阴柔的感觉 它阴柔得来 可以滋润万物 令到所有万物都得益 但是它又不会和万物发生矛盾 发生冲突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学到水的特性 这样的话 绝对是我们人生的一门大学问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我们更多的 风水、命理、面相掌相的节目 可以follow以下的fan page